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被称为东方圣城礼仪之邦 在这个充满着墨香的古城中 美食也渗透着它的文化底蕴 来到去府 您一定要品尝的是孔府菜 孔府菜历史悠久 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官府菜 它的制作极为考究 秉承了孔子食不夜惊 看不夜戏的仪训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品尝一下吧 赵老师 请 好的 请老师 我是孔帆标 咱们孔门官府菜是孔府 古时候接待皇亲贵族达官贵人的官家菜 孔门官府菜在世界各地 做过各种的美食节和表演 包括其中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香港 澳门和台湾等地 在一零年世博会的时候 非常荣幸的咱们孔门官府菜 代表鲁菜和孔府菜 参加了世博园的八大菜系孔府宴的 驻场传席表演 受到了复伴和咱们这个 山东省烹饪协会的表彰 走 咱们上二楼 好 这张照片呢是 一零年六月份 山东省烹饪协会对咱们孔门官府菜 世博会的这个贡献啊 发了家奖牌 咱们这个孔门官府菜 一直在孔府宴餐厅 驻场传席 一直到世博会结束 好 咱们往这边走 这个照片呢是 现在的衍生孔锤长 他第一次带咱们驱府来吃的 第一顿饭 孔家饭 当时呢咱们这个孔家人呢 都都到了 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人行 那是孔家大坛也 对对对 好 咱们进房间吧 好 对对過 大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啊 这个孔甫菜呢 由于它受咱们这个千年文化的影响和积淀到现在 它分为这个宴会餐饮 还有孔甫家宴 这个宴会餐饮呢 必须要提前预定 要提前预定 那家常菜就是 家常菜呢 就是说 它都是食令的新鲜蔬菜 随时都能吃到 宴会餐饮呢 它的这个菜呢 要求比较高 必须要提前来做准备 哦 那就是宴会 我们要举办宴会 上您这来就要提前预定 您会给我们出菜谱 是的 这个正常的宴会来讲 从咱们传统来讲 孔甫原来有这个大型接待 不管是这个巡抚大人 还是这个皇帝来 首先都要有一个菜谱 哦 这个当家人有接待了 他会给通知那厨 今天 明天 或者后天 或者哪天 有什么接待 接待的是什么什么等级的 这个孔甫菜呢 根据这个君臣父子的不同 它的接待贵格也不同 什么人吃什么菜是不一样的 这个菜讲究了 孙老师 方总 我们知道孔甫菜是我国历史最久的官府菜 那么我们来吃孔甫菜 还有其他什么讲究吗 这个讲究呢 比比较深 刚才我讲了 这个首先来讲呢 它根据这个身份级别的不同 它吃的菜品是不同的 另外的话呢 这个这个菜谱啊 这个厨师把它写好以后啊 首先要给当家人看 当家人看了以后呢 同意了 然后就一是两份 一份给内厨 一份呢 就留着客人上菜的时候 坐在这儿 第一件事先看菜单 今天吃什么菜 这份菜单呢 就是孔甫肠来吃的第一顿饭 我准备的菜单 当时这个孔甫肠上呢 盖了印 签了制 平常的那个就是家常菜啊 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 它主要是食鲜的蔬菜 水果 各种这个材料 根据咱们孔甫的内厨的精心烹制 来做出来的 这个呢 是要求不高 就是这个宴会啊 必须是极有讲究的 谢谢你 嗯 这些菜品的名字都古朴典雅 富有诗意 赵老师 虽然我们提前预定好了 但我还是特别好奇 这些精美的菜品是怎么烹饪出来的 要不我们一起去后厨 看看它们是怎么制作的吧 好了 这些人都不是怎么新的 只能读那些谈话 嗯 这些人都不能云有诗意 现在可能数温度的 我们将来做在这些投资讯的袋中西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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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